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点到五点钟为您播出的走吧去旅行 请跟着我的声音一起来感受旅游的精彩以及生活的美好 今天来到的单元是旅人故事书 要带大家来到距离台湾不算太遥远 搭个飞机呢可能短短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冀州岛 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去韩国玩对不对 韩国的欧巴韩国的连续剧 韩国的任何的东西在台湾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风潮 我觉得迷这个韩国的所有的商品的同时 应该也会很想要亲自去韩国一趟走走逛逛 那当然韩国本岛除了像首尔啊 釜山啊比较都市的旅行之外 冀州岛也是近年来好多朋友喜欢去的地方 它算是一个有着非常天然资源的一个里岛 有点像就是我们讲台湾去澎湖这样的里岛 当然它的面积又比我们大很多很多 今天我们很开心在现场要请到的就是 冀州特别自制到驻台观光推广的办事处处长 何怡婷卡卡哈喽 你好 珈安你好 好 今天邀请到你来现场 当然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冀州岛 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多朋友或许对它并不陌生 但很多人可能对它只是觉得 它就是一个里岛 只是像是去吃个海鲜而已吗 那它这个地方到底真实的这个天然环境 因为今天卡卡带了一份他们的宣传 哇那照片之美的呀 冀州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其实冀州岛对台湾人来说是 很不陌生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对它的印象 可能会停留在它就是只是看风景 看山看海老人家去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想 但是其实这几年冀州岛是已经 变化是变了很多 现在是非常多年轻人 他会去那边拍人生写真 就是韩国现在很流行拍人生写真 对对对 他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特别去韩国拍婚纱 拍写真啊也是 对啊就是旅游的那种写真照 然后因为冀州岛很多那种文青咖啡厅 然后或者是海边的彩色小椅子 就是他们韩国人很会 很会创造 这种气氛 所以很多人就是喜欢去冀州岛那边拍照 然后喝喝咖啡 吃吃海鲜啊美食啊黑猪肉什么的 现在是非常多年轻人可能闺蜜 或是情侣就是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对我觉得韩国真的有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在经营一个地方 或者在经营观光这件事情真的是不遗余力啊 会让你觉得好像走入了这个偶像剧的场景一样 他们很会包装 非常非常 所以在你推广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也觉得相对轻松一点 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包装的很美了 对因为他们对于视觉 其实是自己是很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美感在 那因为现在就刚好流行 像这种韩系的这种风格 就大家其实也都接受度很高 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多一个地方可以选择 就是不再只是说去东大门逛街啊 当然这也是很多女孩子们的梦想啊 已经不用讲梦想就是还蛮频繁可以去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容易 距离也不算太远 我们先来讲一下激州岛这个地方 它的本身地形其实它以前是火山的地形 对它是火山喷发而变出来的一个小岛 火山也 对对对 是 欸你说小岛 它也不小欸 它是几倍的澎湖 它是澎湖的13倍 如果你开车不停绕海岸线 大概要四五个小时才能绕完 哇哦 对其实没有很小 对啊 其实也是 通常我们去激州岛 你会建议去几天啊 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 你如果时间够 我个人是觉得五六天以上 就是慢慢的玩 比较慢活一点 对因为其实那里就是一个适合慢活 慢游的一个地方 你可能一天不要塞太多景点 一天去两三个地方 然后悠闲的在那边喝喝咖啡啊什么的 看海景啊什么的 就还蛮轻松的感觉 对啊 对因为其实它既然是一个岛嘛 所以就会有非常丰沛的 比如说海景啊 或者是一些海鲜的资源啊 甚至是会有一些敲壁岩壁啊 都很适合去拍照打卡 是这样子吗 对 大家其实现在都还蛮憧憬的 现在就是流行那个Instagram的拍照的那种旅游方式 是是是 所以大家就是疯狂的在Google说 或是在IG上爬文说 哎要去这个地方要去哪里拍照 先找好拍照热点 对 就把它列入你的行程当中 对对对 哎不过现在去 听说去济州岛的人很多 但是去的方式不多 对因为 航班不太多 台湾直飞 现在是只有一个航空公司在飞 对那如果 除了直航之外 其实我们都会推荐大家可以走 韩国国内线 跳岛过去 因为其实从首尔过去 大概60分钟 就可以到济州岛 那你如果从浮山过去 50分钟就到了 所以其实很方便 哎其实蛮近的 对 然后票价就大概像高铁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没有这么困难 OK 哎那还蛮好的 因为因为它其实 就是台北 台北直飞的话 只有虎航嘛 所以很多人为了要抓那个搬机 可能没有那么好安排 对 那还不如先到本岛 先逛一轮 先吃一轮 对 然后再来去里岛玩 对啊 因为其实国内线每个小时 都有航班去济州岛 就是韩国 自己国内的旅客 一年是超过一千万人去济州岛 哇 他们国内的内需是非常强 就非常大的一个一个需求 对相机 就是基本上他们只要服务他们自己韩国人 就应该已经服务到手软了 因为韩国人自己太喜欢去济州岛了 OK 对啊 代表它这地方真的是有它很迷人的吸引力 嗯 不过很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这里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海岛嘛 那大家会想象中 哦来到海岛 那交通上好像就相对比较 像乡下一点点 他们没有地铁对不对 对 因为它其实是 以不破坏天然环境为原则 他们不会做太多的建设 就是例如他们冬天不会做滑雪场 然后也不会做地铁 因为其实搭乘地铁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 因为自己岛民们自己都是开车 哦对了 对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再去为了观光客去开这个地铁 嗯 对啊 那所以像我们海外的旅客去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搭他们的公车 大众交通 就是像当地人一样非常深入的玩济州岛 是 就很深度旅游的感觉 对 那或者是你时间如果比较不够的话 你可以包车 OK 对 包车的话都会有那种外语司机的包车服务 那你可以找一个会中文的司机 他一天八个小时帮你安排你想去哪些地方他都可以带你去 哦真的啊 对 然后还有拌游这样就对了 他会做简单的导览 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 哎那还蛮方便的 对啊 一个朋友刚刚讲闺蜜啊 对啊 或者是情侣啊 大家约一约 然后就包一台车 嗯 直接在里面就可以 其实包车还蛮方便 就移动点跟点之间 因为有的人喜欢可能去一个地方他要去一个国家他要去到很多的景点 他觉得要去到很多景点才有中国的感觉 对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那就是建议他包车 那有的人可能他是想要比较深度是比较想要融入当地的感觉 那其实就很推荐他坐公车 嗯 因为可能一个点就可以待比较久一些些 对 OK 不过其实这样讲起来他的交通上也不算太麻烦 也是还蛮轻松的 现在便容易很多了 因为其实他们从去年八月底开始有做一个全面的大升级 嗯 就是为了旅客的方便度 他有提升他的可能像大宗交通系统 还有重新统整 那交通费也有减少 哦 然后也有两次的那个转车优惠 哦有点像我们坐捷运转公车 对对对 第一次要免费这样 对他就是会多了很多这种就是海外旅客 使用大宗交通会更方便 更便宜 然后更 呃 节省你的旅费啊什么的 还有做提升 更亲民一点 对 然后现在也是公车上面全部都有免费的WiFi 哦 对对 就是其实像韩国呃 大家去韩国自由行的话 一定会用那个韩国的地图MAP 嗯 像在台湾是Google MAP嘛 对对 那在韩国的话就用韩国的MAP 嗯 那其实你只要连WiFi 你连接那个MAP其实很方便 是哦 对啊 你要找公车找路找餐厅什么都很方便 哇 我觉得现在其实他在 尤其是韩国他在做观光 非常的 嗯 我觉得他非常的认真 而且一条龙 就他帮大家想好了 就帮旅客想好了 所有你可能会遇到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会有的需求 那就帮你全部连结在一起 真的是好亲民哦 怪不得这么多人 我们国人其实蛮常去韩国的啊 对啊 因为也比较近 对相对近 而且其实冀州岛 它有别于像冲绳岛 像日本来讲 我们去冲绳岛会觉得 哇离台湾也是很近的一个选择 但冲绳呢 位置关系 可能它的气候啊 就跟台湾比较相近一点点 但来到冀州岛 什么季节去 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景色 冬天走才会下雪 对 对 冀州岛其实 因为韩国是世纪很分明的一个地方 那像冀州岛是韩国最南边的地方 所以它是春天最早降临的一个地区 所以在三月底开始 冀州岛就大樱花 因为它的樱花是比较大的那种品种 大樱花 然后油菜花 就是三四月是这两个花 那接着呢 就是清麦节 就是整片 因为其实他们那边很多田嘛 就是有很多绿色 田梗 一整片这样子 就是绿色清麦田一整片 然后因为江州岛风又大 所以那个风吹起来是很漂亮 就大概五月的时候是清麦 然后再来就是绣球花 六七月 对 它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是不同 因为其实世纪很分明 它每个季节都是不同的花季 然后绣球花完 再来又是向日葵啊 然后波斯菊 桥麦花 就是真的是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一直下去 然后加上花季又会有庆典 像桥麦花庆典 它就是有一个山区 它有25万坪的桥麦花田 超大 整个山坡全部都是桥麦花 就是白色的那种小花 那个很 就是很浪漫 也是个拍照很适合的地方 那大家其实光到那个花田 你会不会在里面发现人很多 就大家都在那边拍照 因为其实台湾人也很喜欢追花 对啊 然后像乔麦花丸 再来又是秋天 秋天又是紫芒花 紫芒花就是有点像那个 我们 芒草那样子 对 晴天缸上面的那种芒草 对 可是因为季豆岛的紫芒花是 比较特别是 它是在阳光下是有泛紫光 所以就是那个很浪 有一点点像薰衣草 但又不像薰衣草 就紫紫的淡淡的这样子 就是淡淡的紫光 然后它整个小火山上面 全部都是紫芒花 那个是秋天是非常浪漫 之前也有电影在那边拍过 对啊 然后紫芒花丸又是 整个汉拿山上面 全部都是风红 啊秋天下 对 全部整个山都是风红 然后秋天过完 冬天呢 12月底开始下雪 汉拿山整个变成白色的 哇 淡淡白雪 对它整个每个季节都是不同的颜色 欸它们好厉害喔 它们是怎么样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种出这么多不一样的花 而且每个月份都开不同的花喔 它就是在那个月之前 那个花季之前就开始准备播种 这花也太好 太好养了吧 对啊 因为其实像油菜花 蕎麦花 博士菊 都算是好养的 其实都算是那种 痴肥的那种花 它其实都是为了观光 特别去种的 嗯 对啊 就让你有一种满山遍野的感觉 对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要去看那种树 大家就是美 对 欸不过我觉得 很特别的是 因为它的四季太分明了 变成是说 欸那你会推荐大家什么月份去吗 我个人是很喜欢秋天 九月十月的时候去 因为秋天我自己测量过 因为我去过 每个季节我都去过 然后去过很多次 我测量 以数据上来说 秋天是降雨量最低的季节 OK 就是比较不会遇到下雨啦 对 因为它是海岛 所以其实有点海岛型气候 是蛮容易下雨的 对啊 然后秋天是白天很温暖 因为有太阳 然后晚上变了 然后早晚比较凉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个温度 就是又干爽 然后又不会太冷 又不会像下雪一样 让冻到不行 对我自己是最喜欢秋天 对其实秋天出国 好像都还不错 对大家可以把它笔记一下 秋天的时候 可以去看个风红 然后之类的 好季节这样讲完之后 其实 他们有 除了庆典之外 也有很多的户外运动 对不对 对 你看他们这个岛 为了做观光 真的是把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在岛上发生 很忙的一个小岛 是啊 他们还有很多的运动赛事 对 这些运动赛事是 可以让游客一起参加的吗 可以可以 像是什么呢 海外游客比较方便参加的 有马拉松 像我们三月底 有一个和平马拉松 它是在 油菜花跟樱花开的 这个时间点 举办的马拉松 那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花景 可以赏花 这样子 比较漂亮 也是台湾人 最喜欢参加的一场马拉松 在季州岛那边 对 然后在五月 五月的话 就是比较夏天了嘛 在沿着海岸线 也有海岸线的 马拉松庆典 真的是 绕着这个岛跑的感觉 对 边跑边欣赏美景 对 边跑边看海 非常疗愈的一个路线 是 真的 怪不得大家都要 都要出国去跑 想说在台湾跑不够吗 毕竟台湾也是蛮大的一个岛 OK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到冬天的时候 反而就是可以去赏雪了 对 因为其实季州岛是 比首尔更容易赏到雪的一个地方 你只要开车 大概20分钟 到比较 往中间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雪 嗯 了解 对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去韩国 还蛮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可能跟纬度有点关系 然后我们只要选择你自己喜欢的 十节去 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嗯 就像你可以每次去 你就觉得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 对啊 这样挺好的 好 接下来呢就要请卡卡帮我们来推荐一下 来到季州岛 来到季州岛 它这么大 毕竟它有13倍的澎湖 我们总要来规划一下行程嘛 通常你会怎么推荐大家来安排呢 我个人啊 我觉得最方便排行程的一个方式是 你把季州岛 因为季州岛是横的一个椭圆形 然后最中间是汉拿山 所以你由汉拿山为中心 你切一个十字 把它分成四块 哦 对你用东西南北这四块 去规划你的行程 你可能第一天你先走东边上面 哦 东边的上半部 然后明天隔一天 就是东边的下半部 因为这样是最节省时间的一个 一个玩法 嗯 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们不能自驾的话 你可能一天 你不能花太多时间在搭车上面 对 蛮浪费拉车的时间 而且因为加上它的景点非常的密集 就是季州岛上有超过一百多个观光景点 你说光季州岛就超过一百多个观光景点 对就是我们有记录 不是除了咖啡厅餐厅这种地方 就是观光景点有记录就有一百多个 所以它是非常的密集 那加上有一些观光资源什么的 所以你其实在一个区块 你就可以玩很多地方 所以你这样子 比如说你切成四块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椭圆形 然后被剖成四块 而且西瓜被剖开的感觉 对 那你知道每一块你大概会待多久的时间 看你整个行程有多长 因为像我个人 我自己是喜欢咖啡厅 美食然后跟海边 所以我都只走这种景点 那有的人喜欢可能像景点 或者是有的人喜欢去比较知名的点 像是万丈窟 就是这种地标性的一个景点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再多停留一些时间 多一些时间 对其实就是看你个人的旅游风格 蛮有趣的耶 其实我觉得来到冀州岛 它有一点有别于都市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的乡间巷弄跟小径 然后一些景点 我觉得很棒的是景点如果都很密集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同一天 你就安排在某一个区块 然后把这个区块的景点走完 那住宿呢 住宿的话其实它有五星期的饭店 度假村 然后也有很多民宿背包客栈 其实都是看可能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就大家的预算啦 对 你这趟行程享用什么样的感觉 像我自己去玩的话 我很喜欢去民宿住 然后而且是住在郊外的民宿 因为民宿郊外晚上没地方去嘛 所以大家就会一起聚 跟其他的客人一起聚在一起聊天 然后可能一起吃个烤肉什么的 我觉得那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旅游方式 真的耶 我觉得有时候 一个人去住饭店很无聊嘛 对 知道是真的 一个人住饭店就是有一种 回房间之后就觉得 好像不知道要干嘛 那还不如就是在民宿里面可以跟 那民宿的老板应该也都还蛮热情的吧 对 西州岛那边的民宿老板都是蛮热情的 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在做观光 对 所以老板们其实也会很推荐 比如说明天你要去哪里啊 或是带你去啊 而且有一些民宿他会老板会 呃有点像主持人 嗯 他会跟把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聊说 哦可能你明天要去哪里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已经去玩了哪里 那我们之后要去哪里 那如果有刚好合拍的旅办 可以明天就一起去 哦 对啊 这个老板就是有牵红线的基因这样子 对 所以一个人去有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 哦 哦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其实座民宿还蛮自在的啦 而且老板其实如果还蛮热情话 会把大家都在一起 那那个气氛其实还蛮不错的 对啊 哎 西州岛的晚上怎么样 晚上其实说实话 它是比较少地方可以去 因为其实小岛嘛 大家都很早就关门了 哎对啊 岛民都比较不care赚钱这件事 大家就早早就请这样子 对啊 所以晚上可以去的地方是比较少 但是我们从三月底开始有开了 以冀州岛的第一个夜市 哦 冀州岛也有夜市啊 对在冀州市区里面 东门市场 他开了一个东门夜市 那他就聚集了各国的小吃 然后还有冀州岛的特色料理 就是像 有点像是林夜市这样 但是他是比较 规模比较小一点 然后他把很多 很特别的饮食 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就全部把它兜在一起 对 就是现在那边是晚上很热门 哦 因为自己岛民都觉得很新鲜 第一次有夜市 对有一种就是 就是哎 家里也不用煮啦 我们就去吃一下夜市 然后跟观光客一起 那种感觉 OK 其实我觉得在小岛上 晚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啦 而且有时候可能你的民宿 比较郊区 可能还可以望向海 看个海 这种欣赏那种夜景 再来一杯 和身旁的好朋友来聊一下 这种感觉真的是 非常的悠闲哦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要再请卡卡帮我们来推荐一下 你个人的私房景点 来到冀州岛 总是要去品尝一些 好吃的食物吧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回来 走不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跟着卡卡来漫游 冀州岛 来到冀州岛呢 这个说大不大 但说小真的也不小的一个岛屿 上面呢 除了有韩国非常用心安排的 这些美景 以及就像偶像剧里走出来的风景之外呢 还有好多好多的 不管是博物馆啊 或是一些私房景点 其实都很值得大家 来到这个岛上之后呢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跟探访一下 我们先讲一个最新的好不好 听说他们有一个叫 冀州神话世界 它结合了这个度假村 乐园 这all in one啦 对 它算是全包式 一站式的一个观光景点 它是今年初才新开幕的 对 然后它里面呢 有主题乐园 就像韩国的爱宝 爱宝乐园那样 主题乐园 有一些游乐设施 那也有很多高级的饭店 就是可以 可以住宿啊 享受一下 对 就大家不要以为去那个渔村 不是哦 我们也是可以享受一下五星级的那种 那种非常尊贵的感受 对 然后里面也有一个 GD自己投资的咖啡厅 啊 迷哥迷妹们 应该会很想要去探访一下 而且它本人 GD本人很常去那个咖啡厅 所以想要去堵它的话 对对对 就是想要看GD 就去冀州神话世界 哇哦 这真的是一个卖点 这个月底 其实GD也会在它的咖啡厅 办一个慈善竞卖的晚宴 对 它会卖一些自己的贴身物品 对对 所以如果是GD迷们 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候去 六月赶快 机票可以买了 六月底 六月底的时候 可以去这个地方 感受一下 哎 不过其实我看到激州岛有很多不一样的 比如说主题博物馆啊 主题乐园 你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你觉得来到激州岛一定要去感觉一下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少女心一点 我还是走就是美拍路线 OKOK 好好好 所以我都 我喜欢去的景点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三茶花之丘的一个景点 它其实就是以 也是以花为主题的一个 一个观光景点 那它在现在这个时候 六七月 它里面就是绣球花季 啊 绣球花真的好美哦 大家都去阳明山 去追绣球花嘛 那其实在激州岛的三茶花之丘里面 它的绣球花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所有的拍照的热点 它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人去就可以了 就是椅子都帮你塞好了 你只要坐下就可以直接上传IG 椅子啊 小标语啊 全部都帮你挂好了 哇哦 非常的文青 OK 其实我觉得 你看不是只有那个韩国的市中心 才有这种很文青的氛围 它们连济周岛都可以做的这样子 实在是很不容易耶 真的 哦 这个三茶花之丘刚好月份就是在最近嘛 那个七月的时候 对啊 那它其实每个季节都不一样的花 那在冬天的时候 它就是以三茶花为主 OK 对对对 冬天的时候 还有什么你觉得是很适合青子型的 因为我像感觉起来有度假村啊 又有一些博物馆啊 其实还蛮适合带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去玩 对不对 青子的话它其实有很多像卡 比较卡通为主的乐园 就像泰迪熊博物馆 泰迪熊博物馆在季度岛有三个 嗯 就是不一样造型的泰迪熊 那也有Hello Kitty的主题乐园 虽然这是日本的卡通 对啊 但是 怎么在基督岛也看得到 就是在基督岛有各种 你可以想到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乐园都有 真的耶 而且像有那种森林小火车公园 感觉就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大自然 对就是其实你带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 在基督岛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而且像韩国的游客们 他们也很喜欢带小朋友去爬小火山 哦 因为基督岛有360多座小火山 那有的有的比较简单 你可能走15分钟20分钟就到 那有的就会比较难 对对 但是你走上那个小火山 你看到的那个视野非常的棒 对 就是居高临下嘛 往下俯瞰整个基督岛的那个美景 然后马上看到海岸线 对 哇好疗愈哦 所以那边的小朋友就是都很会爬山 哦 体力都很好就对了 从小训练 不过说到爬山这件事情 现在有人在很流行叫做偶来小镜 这也是基督岛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 观光跟行销的方式 听说它总共有26条的秘境 穿梭在整个冀州岛里面 对目前是26条它还是持续的在开发 那目前这26条路线呢是已经完成了整个环海的路线都已经连接起来了 那现在已经开始往中间删去的部分在延伸 是谁开发了这个26条路线啊 就是有一位在首尔就是做新闻业的一位女士 对那因为她自己去圣地牙哥走完朝圣者之路之后 她觉得冀州岛也是非常适合开发这种路线的一个地方 所以她就回到冀州岛 然后就开始着手进行这个路线的开发 所以他们就是设立了偶来事物局这个单位 对然后就开始在做路线规划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设施啊宣传什么的 因为这个路线其实等于是很深度旅游 会跟居民啊或者是村民啊有一些连接对不对 对它每一条路线都是走在你可能是 一条路线你会有海边会有森林会有村庄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不是只是沿海这样走开完海岸 没有你是直接走到岛内 走到他们真的生活的地方 对你可能还会经过就是村民的家门口这样 而且重点是哦 他们可以是以一个搜集的概念 要来完成这26条路径 你说一个护照可以买是不是 对它有一本偶来护照 你可以在机场或者是在偶来事物局 可以购买这个护照 那我们偶来小径呢 在每一条路线的起点跟中间的终点 还有末端总共有三个印章 就每一条路线你都可以搜集到三个印章 对那你把这三个印 每一条路线的三个印章全部都搜集完 对这个目前台湾只有一个人完成挑战 听说某一位部落客已经搜集到这26条路线 每条路线有三个章 对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把这个路线当作是 大家想要自住型的一个私房路线 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耶 对啊 就是你就边走然后边看 然后你可以深入在地 然后甚至还可以 如果韩文好的话啦 还可以跟当地的居民稍微聊一下啊 然后蹭个饭啊 没有啦 大家应该都还蛮热情的 对不对 不过来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海岛的国家一定要来享用的就是 海鲜大餐对不对 来到季州岛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要推荐给大家 季州岛呢 第一个一定要必吃的就是黑猪肉料理 哇你从头就是没有忘记黑猪肉 为什么啊 因为黑猪肉是他们当地的土种猪 它的那个肉质跟一般的猪肉真的不一样 哦有点像土鸡那样子 对它没有猪的味道 然后很Q弹 哇哦 就是台湾人很喜欢吃韩式烤肉嘛 对 烤黑猪肉真的超好吃 大推 讲到我们的口水就流出来了 哇塞 那他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料理 呃最基本的是有烤黑猪肉 嗯 那也有黑猪肉汤面 有点像牛肉面这样子 可是它是那种大骨汤底 嗯 就黑猪肉汤面 或者是白切黑猪肉 包泡菜啊 生菜这样包着吃 嗯 现场大家都在吸口水 还有呢 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就是 台湾有吃白带鱼嘛 可是记者岛有整条 就是它上桌就是一整条没有切的白带鱼 嗯 这怎么吃 它先让你看一整条的白带鱼 然后它当场去骨给你看 因为那个都是很新鲜的白带鱼 所以它当场去骨的话是整条龙骨都完整的拉出来 哇哦 这个功力要好一点 断掉也是蛮尴尬的 就是要新鲜 然后热腾腾的时候才有办法把整条龙骨拉出来 哇哦 就很特别 因为在台湾你只吃过一块一块的白带鱼 对通常都已经切块了 对啊 然后还要自己亲那个刺这样子也是蛮辛苦 OK所以在他们那边其实料理海鲜对他们来讲就是轻而易举 每天都吃海鲜吗 因为其实大家对韩式料理的印象就是很辣 嗯 可是记者岛可能是因为比较南方 他们吃的其实没有这么辣 我觉得是更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OK就没有那么重口味就是了 对就是也是有辣的料理 可是不像可能熟了 你去熟了你吃的可能十样有八样都是红通通的 哦对真的 就不敢吃辣的朋友去韩国其实应该会有点困扰 对啊 他们就算连那个甜辣酱 对啊也有分辣跟不辣啦 但是都还是以辣作为基底就对了 对啊我觉得记者岛的口味是比较没有这么辣 不过我觉得有可能跟他们吃海鲜有关 其实海鲜若够新鲜的话 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鲜甜了 对啊 然后他们也有海鲜锅 那个海鲜锅里面是放了很多鲍鱼 野生的小鲍鱼 在基多岛你去随便一个小餐厅都可以吃到鲍鱼 哦根本不用去什么五星级料理餐厅 随便一家小店鲍鱼叫做必备 就是鲍鱼在基多岛料理里面是算是很基本的一个食材 就是你在台湾你可能吃鲍鱼就会觉得是不是很贵 对比较特别的日子才在吃 但在基多岛就是可能海鲜小锅或者是海鲜汤锅 就是里面基本都有鲍鱼 算算锅里面也有鲍鱼 哇就是火锅汤底的锅料里面基本上都会附上就对了 对啊 哦真的是 怪不得他们有什么海女料理啊 就也是鲍鱼粥对不对 对就是用鲍鱼的内脏去熬煮的粥 很特别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推荐可以吃看看 这边有一个说海女经营的露天小酒摊 这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在一些公营的景点 就例如龙头海岸或是龙头岩 这种公营的景点的海岸边会有那种大妈坐在那边 就是现场卖海鲜 你可以看到什么海鲍啊海参海螺 就是它有一个小摊子在那边卖海鲜 那你一个人大概两万韩币 你就可以请他切一份生 就是有点像生鱼片这样子生的料理 那这个料理你就在旁边就在海岸边 你就可以配烧酒 就是就坐在旁边吃 就非常当地的一个吃法 对 Local他们本来就是居民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打发时间啊晚上聚会啊 对然后像那些小酒摊的 就是在贩卖海鲜的这些大妈 他都不是一般的大妈 他都是海女或者是海女的家人 他们是政府规定一定是要海女 或是海女的家人才能够在那边经营这个小摊子 哦 算是有一点回馈他们吗 对就是保护这个海女的这个产业 是 对啊那里面的海鲜都是海女亲手去抓的 哇 哇那感觉很不一样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食材一定非常的了解 然后就用很简单的方式料理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安全第一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看看 季州的还有什么好吃好买的呢 哈喽欢迎回来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很开心哦 跟着这个季州特别自治道 铸台观光推广办事处的处长卡卡 一起来漫游季州岛 带着大家来到这个韩国的里岛 有着火山资源的地方 同时又有着满满的满满的海产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海女这个角色 其实我刚刚也很好奇 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也有跟卡卡在聊 海女听说现在已经被列入 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之一了 对不对 她在2016年12月的时候 已经成功被UNESCO 就是成功名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家知道海女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吗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们直觉想到的就是 因为我们可能从很多的电影啊 或者是一些故事啊 她会知道海女她们就是必须要自己去捕捕捞 比如说海里的生物啊 贝壳啊 鱼啊等等的 很厉害的是 她们没有装备哦 她们不是渔夫 比如说你还有什么网子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去用 她们是直接徒手吗 她们有一个就是 有点像镰刀的那种小刀 因为她要去挖那个可能像海螺 它是椒岩里面的一些海物 所以她会需要有那个小刀去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技能耶 一般的一般的人好像不太会 会去从事这样的行业 而且听说她们有规定 就是只能是有海女资格的人 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就是 有一些海物像海螺这种 也都是只有海女才可以捕捞 那要下海也是需要有海女资 你需要有海女资格 你才可以下海 而且海女资有分 就是可能初阶高阶跟 就更顶尖的 就是比较远的海域 比较深海域 只有高阶的海女才可以去捕捞 哦 但大家知道吗 海女有学校耶 对 因为季州岛的海女 现在目前是大概四千多 四千五百多人 但是她的平均年龄 都是六十岁以上 都是海女奶奶 已经是奶奶了 对 大家请讲 海女感觉起来有点浪漫 对不对 听到就是奶奶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点 因为都没有年轻的女孩 愿意从事这样的行业 因为太辛苦了 那海女奶奶们 可能她自己也不太 就有点舍不得自己的孙女 加入这个行业 他们自己都知道很辛苦 所以其实那个年龄断层 是蛮大的 对耶 你想如果在几十年 或是在几年之后 可能就会找不到海女了 对 所以季州岛就是 她有设立了 目前是有两个海女学校 那她就是专门在培育 一些新的海女 而且听说 她们还有渔场的规划 对不对 每一个地区 都有自己的渔场 只有那个地区的海女协会的人 才可以下海去捕捞 OK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视生态保育的一种方式 等于就是说你每个渔场里面的海女 她们会去平衡这个生态的状态 不会让她就是裂捕过多啊 或者是失衡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海女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捕捞海物的一个方式 她没有用过度的机器去捕捞 所以她就是一个很可以保持这个生态平衡的一个 等于一种捕捞的行动啦 我觉得就不像是 像我们常会说渔夫出去捕鱼 有时候我们说不要捕小鱼 就这种感觉 那因为有时候一把抓 哇全部都上来 那你可能生态就会失衡 你未来可能就吃不到某一款的鱼之类 或者说他们可能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是蛮可惜的 好了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个冀州岛 晚上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可以跟海女奶奶们 跟她们来一盘下酒菜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顺便可以听一下她们的故事 现在她们还有实际在捕捞吗 如果在做这个小吃的奶奶 有这些海女其实都是 刚才说的四千五百多名 都是目前还是有在活动的海女 就是现役的海女 OK现役 感觉好像当兵 好可爱 我们来聊聊白天好了 白天我们在激州岛这边来走入市场 他们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激州岛呢就是有一般的传统市场 就是例如激州市的东门市场 然后西归普市的一个美日偶来市场 这两个是南部的市区跟北部市区最大的市场 那除了这种传统市场之外呢 也有五日市集 它就是每隔五天开市一次 哦市集 有点集市感集这样子 大家就去那边稍微交流一下 对因为以前 以前他们在感集 每个地区在感集的时候 可能五天到一个地方 他要捕获什么的 对所以会有五日市集这个名字出来 那对于观光客 我们到市场我们可以买些什么 有办法带回来吗 可以 你可以吃吃看当地的一些蔬果 就例如柑橘 激州岛很有名的柑橘 有一种叫做汉拿风 那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比较大颗的柑橘 然后它的那个顶端是凸出来 有点像肚脊 凸肚脊脊脊脊的那种那种样貌 它就是因为长得像汉拿山上面的那个顶峰 所以它叫做汉拿风 了解 在市场都找得到对不对 有 OK 其实我觉得每次啊 去一些国家 我才蛮喜欢去市场 像去日本我也蛮爱的 当然现在很多的市集 都已经变得很观光化了啦 就是卖给观光客 你就会知道 就是生鱼片啊 海鲜啊什么的 可是你走入市场 你就可以感受到 他们那些在地的文化 比如说他们特别重视什么 甚至在他们的市场里面 你还可以吃 就我觉得可以吃到那种最新鲜 然后最人家说产地直销了 直送的那种感觉 对啊 就是要去体验一下 好我觉得今天最后好了 有没有什么必买的 就是如果今天来到冀州岛 不能错过 有什么可以带回来台湾的 可以带回来台湾的 其实可以考虑一些像柑橘的制品 像柑橘巧克力 哦 在冀州岛有名的是柑橘 所以他们也把它做成巧克力 对 那或者是像雪绿茶 因为寄州岛的雪绿茶很有名 就雪绿茶的一些茶包 对像这种其实都是比较特色的一个东西 就是伴手礼啦 就欢迎大家可以回来分送给你的好朋友 对啊 尤其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 总是要买一些东西 两手空空的怎么可以呢 不过我觉得今天很充实哦 除了如果想要践行的朋友 或者想要逛博物馆的朋友 或者想要亲子游的朋友 甚至是想要自住行来唱这个文青之旅 冀州岛真的是一应俱全 对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好啦 就带大家自己踏上这个冀州岛来感受一下 谢谢卡卡咯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